中文字幕作词 李沛 在家长和小朋友家里吃饭时 留意数据和注意食堂 手eda一定要用到耐适 最外面的汤筋 记住,喝汤的时候,不是向内不,而是向外不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不想弄髒自己的身体 所以我们教小朋友可以向12点推,拉高,反手 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当你抹大口的时候 你的拳头遮住了,看不到就最正确了 刀叉点摆放也很重要 刀是代表男士,叉是代表女士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进食的时候,右手一定是拿刀 左手一定是拿叉 当我们停顿的时候,刀刃要向内,叉要对地 就好像中文字,白字那样 反过来,如果我们停顿,或者不想再吃 想收起它的话,代表结束,我们可以做这个动作 就是放在四面钟的位置 刀创礼是由同人在一些社交场合 我们需要互动的重要工作 其实是一些收养,在一些态度,都代表你的家 或者是学校,又或者你的国家,或者你的单位 所以这是第一印象 尤其是法案局里面来说,参出礼仪,每个世纪都是很重要的 月小的小朋友,我们通常会邀请家长一起上堂 亲子班 但很多时候,家长认为 小朋友5岁以下就要学习很多技巧 反而是多些和他一起吃饭 家长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知道原来吃饭那么重要的时候 原来这才是一种心态,一种礼仪,一种态度 有时带他们出去,例如酒店吃东西 或者吃西餐 一听饭,有时亂用一通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所有小朋友都应该去学习 而且小时候开始认识,去代仁捷 那时就没有那么尴尬,得体一点 我最记得就是一杯汤 不通好像打比安波也挺好玩 不过很麻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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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